哈喽,大家好 没错,现在在我们福寿山农场的千因园的中间 那这边还看到还没有开的这个都是 3月中下旬才会盛开的大导音和集业音哦 但是现在粉红色的我看到没有 粉红色的这些富士英和昭和英都已经在开了哦 你看,现在前天都还是花包,今天就开始爆炸在开了 所以预估这个礼拜,这个礼拜的周末就228年假 一直到3月初都是我们的富士英的散花期 相当的漂亮 现在刚开,大概这样子的花量只有两三层而已哦 都还没有盛开 还没有盛开就这样子代表今年的花放真的非常的好哦 这是中间的 这个亭子应该是 牛郎亭,牛郎广场 那旁边有 子女广场以及雀桥广场 那这个斜坡道现在满开啊 说满开是这才五层啊 五层不到 看这个花量,今年的花放真的非常的好哦 那过去会有子女广场和云花广场 然后下面那个是雀桥广场 以及上面的牛郎广场 看这个真的超满的 走到这个步道下面真的很舒服 而且我们的富士英会有淡淡的花香 盛开的时候的花香 其实还蛮浓郁的哦 哇 现在 这样子 三层到五层的 这区在三层到五层 满开就是下个礼拜 这周末啊 这周末 会进到满开的时间 超满的 到时候整个都是 像粉红色的棉花场 整个圈圆 会像一朵 一个一个粉红色的棉花场 一棵树就一棵棉花场 这样子 哦 哇 你看多满 超满的 因为刚才有拍照 所以我 让一下 哎 看 大家看 而且这个中间 从牛前面是牛郎广场走下来 这个步道 这斜斜的步道 你从上面这样拍下来哦 根本王美照啊 像像前面的就是 要找角度 现在人还不多哦 毕竟我们福寿山董场的櫻花没有那么有名 但是真的也相当不错 像这个千元 大概就有六千多棵的櫻花哦 哦 然后又开花的 展画期间又很长 哦 从二月 二月一直到三月 甚至到四月初都有 所以 来我们农场赏印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加上哦 高山地区哦 人烟稀少 人烟很少啊 空旷地区哦 不怕密闭空间 整个都很舒服的环境 走上去看看 哇 其实我们的櫻花没有很高 因为我们都有做修整 所以你很好拍 你甚至 甚至旁边 櫻花就在你的旁边而已 像这样子 櫻花就在你旁边而已 真的很好拍哦 不像某些地方的櫻花是大树一样 你要往上面拍才拍得到 你看这个步道这样子 拍下去多美啊 那因为櫻花是属于春天的花卉 那毕竟一个冬天之后没有 身上没有东西食物哦 所以 花一开哦 那个 那个蜜蜂就开始来的哦 所以 来赏花的话不要抹香水 不要 哇 胖胖哦 不然你会变成花一样 蜜蜂就在你旁边 我们往出口 哦 这里看得到 如果看得到 后面的山 其实后面就是雪山山脉 加上这个蓝天 超蓝的天 超级蓝 超级蓝 也很美 哦 目前花矿就是这样 大概 复兴大概三到五层左右 不要怀疑这才是三到五层 所以 接下来陆续会盛开 那 如果要欣赏大导音基因 粉白色的音的话 要到三月中下旬 其实只要天气一好 花很快就开了 真的 真的就是要春暖花快 就是这样子 这几颗还没有开的这个 就是大导音 这个要到三月下旬的 好 用美丽的樱花和我们蓝天白云 跟大家说拜拜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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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